好 谢谢吴总监 唐正伟 对 其实如果大家有学龄的小孩或者朋友的话 就会知道说每个小孩他的吸收知识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就所谓的多元智能 有些人他是非常喜欢看文字 像我啦 那但是也有一些人他是一定要听人讲 他要听podcast 看字是没有办法的 有些人他一定要看绘本 有些人如果没有互动 自己动手做的话 他绝对记不起来等等 所以本来就是每个人对于知识跟资讯的吸收 就有自己所习惯的模态 就是modality 那当然我们都是就是专业的公务人员 大家不管国考高考 我想文字的使用能力应该就是整个人口中的前百分之一 但是这样子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会常常觉得说 这个明明就很容易看懂 但是其实对不是习惯文字模态的人 并没有那么容易看懂 我想到说2018年我们公投的时候 中选会自己去模拟投票 都非常快速就看完公投的那些命题 然后盖了张就出去 平均每个人只要30秒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实际投票的时候 在排队的时候就不是这样 同样那么几个字很多人就要看很久 因为他第一次认真的来面对这一个题目 我觉得这个例子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重点不是说好像我们要一直做梗图 梗图只是一些比较喜欢看插话的学习者 比较喜欢的模态 那有些人他真的就是要听到人讲话 所以好比说在防疫过程中你是随时可以打1922 那我在国外分享的时候 他们说原来你们有个很棒的留言系统 你们可以录音起来用文字自己分析 然后再转语音出去 我说不是这些都是人 对不对 就你接1922的事实上是真人吗 所以我们都要讲的就是说如果某一个政策 我们希望大家有任何问题我们有问必答 其实这就是accountability 就是问责我们要负责有问必答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去确保说所有主要的这些学习的模态 我们都有让人民能够达到了一个方法 那但是这个确实是也是很花力气的吗 所以在这里面数位的技术就可以帮很多的忙 好比像说在每天下午2点的记者会 大家现在就可以看到是AI在负责打字 但是人去编辑那个AI打的字 这个就是降低所有人成本跟风险一个很具体的